香奈儿一直以来都是奢华时尚的代表,而其珠宝也是备受追捧的。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香奈儿吧。 我们先来回顾香奈儿珠宝的发展史,一起来看看这个品牌是如何成为珠宝界的一颗璀璨明珠的吧。 1910年,可可,香奈儿女士创立了香奈儿品牌,开始了她的时尚帝国。 在经历了多年的打拼和探索之后,香奈儿开始进军珠宝领域,创造出了一系列极具特色的珠宝设计。 香奈儿最具代表性的珠宝系列莫过于山茶花系列了。 山茶花是可可,香奈儿女士最喜爱的花卉之一,她认为这种花的优雅和娇媚正是代表了香奈儿品牌所追求的女性美感。 因此,香奈儿选择将山茶花作为珠宝系列的设计灵感,打造出了一系列精美的珠宝作品。 现在的香奈儿珠宝已经成为了奢华时尚的代表之一,其设计和工艺都十分精致。 无论是山茶花系列还是其他系列的珠宝,都能够让人感受到香奈儿一贯的独特魅力。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香奈儿珠宝将会继续创造更多令人惊叹的珠宝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